詞曲 李宇駿 詞曲 李宇駿 給你一個 這個東西 诶 什么样的系统有这种形式的转移安柱 诶 我要你们背下来的 什么样的系统 我没有你们背 如果看到K除以XOS加1 要把它想象成什么 这是什么 马达做什么控制 或者说输出是什么 输出是什么 电压输出是什么 转速 那如果是这样子 输出是什么 什么 什么 这边又有一个积分嘛 就刚刚的速度在做什么 对 输出是什么 电压输出是什么 角度 ok 那如果这样子 这什么系统 这什么系统 积分器 有什么物理系统 有这样子特性 一样是马达 输出是什么 电流 对不对 了解 电流就跟扭力成正比嘛 等于输出是扭力嘛 扭力把它做积分是会得到什么 扭力的运动定律 一个东西把它施加扭力 扭力积分会跟什么成正比 或者说力量积分会跟什么成正比 F等于MA嘛 F把它积分的话 会跟A的积分成正比嘛 A的积分是什么 A的积分是动量 不要闹了 加速度的积分是什么 速度啦 可以 所以如果是s分之可以 可以想象成是什么 一样是马达 输出是什么 电流 那输出是什么 什么 Omega通常用 这代表什么 转速嘛 可以 这边有忽略掉阻尼 我们就是直接作用在一个 一个钢体上面 对不对 因为 T等于Iα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扭力跟电流成正比 对不对 然后这个α会是什么 这个积分嘛 是不是 所以I到Omega的关系 就是一个积分的关系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子 s平方分之k 可以想象成什么 输出是什么 电流 输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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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嘛 了解 了解 有没有疑问 当然我这边假设说 这个马达的输出轴 阻尼很小 它纯粹就是一个转动惯量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个例子 比如说 我考试的时候 出一题设计的题目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在做什么 什么东西在做什么控制 马达做什么控制 做角度控制 对不对 那我让你设计一个控制系统 这是我们的机 来让什么 这个是我输入命令 回收 那 求这个k 来让它有 overshoot 达到overshoot的规格 还有这些 反应时间的规格 还有稳态误差的规格 了解 了解 那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会用到 我们接下来讲的 这个 怎么样调整这个k 来让1加kg 有好的特性 1加kg是它的 极点的位置 让它极点放在 适当的地方 有没有问题 还有大家不要小看这个1加kg 1加kg跟kg有什么不一样 1加kg的零点 是什么 通常这个k跟g它有分子跟分母的部分 所以这边是分母 分子这边是分母 所以1加kg的零点 那怎么办 会等于什么 ds ds加上ns d加上n 它的什么 零点 可以吗 所以不是只是这个n加e而已 因为它还有分母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系统 这个forward path 这边 forward path forward transfer方也就是g 回头这边呢 它有一个h 这h有什么物理意义 怎么知道这边 不是e 而是一个h 有什么样的物理意义 我这边会摆一个h 通常这边拉一条线代表 我在这个系统放一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可以拉一条线回来 放一个感测器嘛 是不是啊 所以 拉回来放一个h 就代表说 这个h有什么样物理意义 它代表感测器的什么 动态嘛 因为基本上感测器也是一个系统啊 感测器的动态 或者说 你有时候对 这个感测器量到的讯号 这个杂讯太多 我要对它做滤波 所以这边可能包含了感测器的动态 包括你滤波器的动态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或者说 通常我们控制系统这边输入命令 输入命令 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输入命令通常是什么样的形式 通常会用电压嘛 对不对 用电的讯号来输入命令嘛 所以比如说 这个一伏特对应的是角度一度 可以吗 两伏特 一度好像太少了 一伏特对应的是 这个五度 对不对 两伏特对应的是十度 所以我这边的 H呢 还有另外一种 一种这个目的就是 它要把这边的输出 跟这边输入的电压来做匹配 所以这边可能这边匹配成 这边是 这个一伏特的电压是 是十度的话 我要匹配成这边输出一伏特 对应的是十度 这样的话 相加相前 才会地位才会对等嘛 苹果跟香蕉不能够相加的 了解 你要把它换成钱 就可以相加了 所以这边H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要让输入跟输出 会有相同的单位去做加减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H呢 这简化型我们就把它当做E E的话就代表 没有感测器的动态 感测器量什么立即反应 没有杂讯 而且这个 它跟输入的讯号之间的 这个物理单位是一模一样的 可以吗 可以吗 那你们第一次实验 第一次实验做马达 只有在做这个G而已 可以吗 第二次要做什么 H 对不对 你要去做感测器 第三次要做什么 这边要塞一个控制系统 第三次是要做它的K 了解 好 所以这样 如果说你如果H等于E的话 代表感测器没有动态 而且输出的这个单位 跟输入讯号单位是一样的 这样子的回收系统呢 我们把它叫Unity Feedback 单位回收 Unity Feedback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到说 这控制器怎么不见了 原本不是前面一个K 后面一个G吗 是不是 那控制器为什么不见了 我今天这边只是把K跟G 干嘛 它呈在一起而已啦 了解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话 代表说 K跟G乘在一起 我用一个新的G 来代表它 所以这个G里面就包含控制器了 OK 那这样子的系统 R到Y的Transfer Function是什么 G toE加GH 是不是 是不是 那 那 这个 这个 我们这边 对这个误差很感兴趣 我们希望误差怎么样 小嘛 所以我来看 从输入到误差之间的转移函数 输入到误差之间的转移函数 R到E的转移函数 那 R到E的转移函数 你看 R到E R就直接到E了 所以它是Gans1 对不对 Forward Path的Gans1 那推理什么 E加GH OK 所以这个是 从输入到误差的Transfer Functions 是E加GH分析 好 好 那 这个误差呢 好 我们特别有兴趣的是 这个 它的稳态的词 Statly State Value Statly State Value 那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 还会再继续做探讨 我们先来 先来看几个例子 好 来 诶 这个系统 它是一个什么 Unity Feedback 对不对 单位回收 但是回收之后 稳定不稳定 by the way 我讲义 讲义里面 这个里面的数字 有些错误 我们用这个 用这两个例子来当做 这个 来举例 你把它改一下这个数字 因为我发现 其中有一个 第二个系统的 这个 特征方式是错的 我们改一下 好 第一个系统 这是一个单位回收 它B回路 只有稳定还不稳定 那 那这个部分的话 它的Close to Transformation 是什么 G出以E加G 对不对 所以是 E S是什么 平方 S加12 是不是 那E加G S平方 S加12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简直这样子 我们要把它怎么样 要把它有理化 就是分子分母 都不要有分数 是不是 你知道 那分子分母不要有分数 我要做什么事情 把它乘以分母 是不是 是不是 这就变成 S的三四方 加12 12s平方 加1分1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才是它最后的转移函数 所以它特征方程式是什么 在这里 那系统稳定不稳定 稳定不稳定 Rose criteria 要用之前 先判断它的必要条件 一定说 同号 不能有什么 缺项 如果有的话 就不稳定 如果没有的话 你还是不能说它稳定 还要再做 Rose table的 确认 所以它是不稳定的系统 因为它缺项 是不是 它缺了一次项 好 那这是Inunitivate 如果换这一个呢 有一个H在这里 你可以去算一下 它特征方程式呢 是四次的 四次的 那它是一个稳定的 它是稳定的 所以你跨这回头 要小心 有时候 不是都拉回头都是稳定 拉回头有时候会不稳定 好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性能 有没有 那个Response 我们要用这个Response 来测试一个 来定义一个系统的规格 的前一日 这个系统至少一定要先怎么样 稳定 如果没有稳定的话 你都不用讲 都不用讲 对不对 有稳定才会有这些性能 有稳定才会有性能 了解 所以你在设计控制器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要先要求它稳定 第二步要要求它的性能 那 这个要求性能 第三步呢 第三个更进一步的要求 是要求它有强健性 環境在变了 環境在变化 它还能够维持它的性能 这叫强健性 那第四个呢 要有智慧性 要能够自己学习 那这强健性 还有这个智慧性 学习性 这个在研究所有一些 有其他的控制的课程 会去探讨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空一空二 只要是强调的是 稳定性跟性能 强健性跟智慧性 在研究所的课程 会去讨论 好 所以对于这个系统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对这个单位回收的系统 R到1的转移函数是什么 1加1分之1 对不对 所以 1加1分之1 或是等于 s加10 s加5 OK 那如果输入是一个step的话 这有误差 稳带的时候会等于多少 稳带的时候等于多少 那很容易嘛 因为R是1分之1 那1的laplus可不可以得到 1的laplus就是R的laplus乘以什么 乘以这一个transfer function 了解 那我如果知道1的laplus 我怎么知道它的中值 做什么事情 前提是要稳定 稳定才有中值 知道吗 所以你要看 这系统如果是s-10分之s加5 要不要看 要不要看 不用看 不稳定就没有中值 所以 你要apply 中值定理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这系统要稳定 了解 另一个函数 你让它s等于0 是OK的 可是 不稳定的系统是没有中值的 数据上面要OK 並不代表实际上面要OK 所以 这个系统是稳定的 所以在step的激发之下 它有中值 所以我就让1乘以s 那s趋近于0 所以 这边 它的transfer function 跟s分之1 就是r相乘 都在乘以s 所以这个s跟s 会怎么样 消掉 所以就是2分之1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它的誤差 最后就是2分之1 所以誤差是50% 或者说 你可以直接看 这个 r到e的 这个转移函数的dcm 事实上就是什么 告诉你它 最后誤差是多少 那输入是step 了解 了解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 判断这个steady sterile很重要 可是我们这边判断 steady sterile的方式干嘛 我要把整个 close-through transfer function 求出来 才能够判断steady sterile 对不对 对 是不是这样子 把它全部都求出来 对 close-through transfer function 求出来 1加g分支 g或是1加g分支 整个都求出来 那我接下来 下一堂课 我们要来看的是 我可不可以 如果是单位回收的话 我可不可以只要看这个 我就可以判断出整个 避回路系统的 它的误差的特性 只看forward path transfer function 就可以 知道它误差的特性 那在控制系统里面学习 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 就是 虽然说 这个 我们要看避回路的响应 就是1加g分支 对不对 对 1加g分支 我把这个东西设计好 就 就整个 设计都结束了 可是我们在 在设计 在空1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直接去设计 1加g分支 7 我们会设计 一个好的g 来让1加g分支 有好的特性 这就是很重要的精神 要设计一个好的g 来让1加g分支 有好的特性 或者说 这个g 实际上是kg 对不对 因为我说 这边包含了控制器 了解 了解 那 我要设计一个好的g 或是好的kg 来让这个避回路 有好的特性 一旦我找出来 这个g是原来受控场的 对不对 所以找出来好的kg 事实际上就找出来好的什么 好的什么 k 就是我们设计控制系统 了解 所以这边可以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不是直接去处理g 除以1加g 而是去 找到一个好的g 来让 这个1加g分支 有一个 有好的特性 这样子 我每次看到一个受控场 我就可以一看就知道 欸 这个受控场 怎么样好 怎么样不好 从开围路来推测什么 避回路的行为 这是 控制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精神 从 forward path transfer function 去推测 closed transfer function的行为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我们不是直接去算g 除以1加g 有什么样的特性 那样的做法就太low了 我们直接从g 就可以看出g 除以1加g有什么特性 这样的过程就是我讲的 从这个拿刀子砍啊 拿狼牙半匹啊 变成那种剑来射 变成这种远距的 你梦住这个答案 我看停我就知道答案是什么 了解 好 我们下一堂课继续来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